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绿党桃园市议员王浩宇位于桃园市中立区福州路的服务处今,11日凌晨30时20分遭波兰七报案后,警方迅速锁定嫌疑犯。王浩宇晚间7点24分在脸书发文指出,波七者是一个15岁的少年,我决定主动撤告。 王浩宇指称已接获警方通知逮捕波七者,嫌犯却15岁,无前科的少年是被两个有前科的成年人利用其限制责任能力人的未成年身份,唆使犯下可被减轻的刑事案件,但是他愿意给犯案少年悔过自新的机会,并对反年改人是一个和谐共生的机会。 蓝天行动联盟秘书长又得深抗议军人年改,上月27日清晨闯入立法院,攀爬建屋外墙却不趁跌落伤众多日后宣告不治。 王浩宇在脸书上,贺文800-1等于799-2i.p.引来许多抗议声浪,他仍拒绝道歉。 王浩宇提到,反年改人是为国心情一辈子,比起社会上其他努力工作的劳工,或许国家目前的退休待遇不如以往,但已经很不错了。 对于死去的谬德生,他认为800-1是一个破碎的家庭,我们不要再有悲剧,呼吁800壮士们回家吧,让国家与社会能够共同迈步向前,一同紧步。 王浩宇脸书全文